全球暖化造成各种天灾的灾情 超乎想象 最近美国中西部十几州 就遭到大量龙卷风侵袭 造成数百人死伤 灾情严重的程度 美国总统拜登还宣布 好几州进入紧急状态 此外南太平洋的岛国万纳渡 因为海平面上升 恐怕有灭国的危机 万纳渡在联合国提案 全球有超过130个国家 支持通过气候正义历史性决议 未来国际法院将订定 各国必须有防止气候变迁的义务 虽然这项决议并没有强制的约束力 但是对各国政府 却会有实质的影响力 天花板陷落 狂风灌进走廊 现场有如早雨空袭 但这其实是3月24号 美国密西西比州小城艾莫里 遭龙卷风破坏的惊恐之夜 你会问他们为什么 密州当天还出现四级龙卷风 最大风速每小时270公里 触地时间约一小时 造成274公里长的破坏路径 约台北到台南的直线距离 数百栋建筑被夷为平底 人口1700人左右的小镇 罗林福克灾情最惨 仿佛被炸弹轰炸的战区 居民形容几乎惨遭灭阵 还有人躲进冷冻柜保命 然后突然灯火灯 灯火灯开始灯火 我亲自就开始 推着我们在冷冻 这小地方救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知道谁是活的 谁是死的 晚上的会比较坏 密西西比州跟阿肯色州进入紧急状态 拜登总统也在3月31号 亲底罗林福克视察 美国中西部到东南部11个州 3月底都受到多起龙卷风侵袭 酿成至少32人罹难 美国龙卷风号发季通常落在4到6月 今年却提前报到 加上部分由超级包雷暴生成 威力特强 超级包是后时又持续旋转上升的气流 是自然界的终极风暴 被称为上帝之指 会酿成致命的龙卷风 冰雹跟雷雨灾情 超级包产生的龙卷风破坏力特强 移动速度更快 还能持续数小时扩大侵袭范围 但有研究预测 在气候暖化之下 本世界末全美发生超级包雷暴的几率 将增加6.6% 破坏面积跟时间也会暴增25.8% 在美国南方部分地区 像是罗林福克 发生几率更高 到时每年将增加一个超级包生成 出现超级包的范围也会东移 侵袭人口更多的美国中南部 好发季节也会提早一个月开始 而气候暖化冲击不只在美国看得见 身处海平面上升第一排的 太平洋岛国万纳度更有感 今年三月初万纳度在三天内 遭逢两起规模5跟规模6以上强震 以及两个四级飓风侵袭 岛上还有火山蠢蠢欲动 自然灾害成了万纳度最大的生存危机 不过却因为关键地理位置 成了美中角力擂台 双方透过灾害援助 竭力拉拢这个总面积 约台湾三分之一的太平洋岛国 恐面临灭国危机的万纳度经过四年努力 联合国大会在3月29号通过历史性决议 要求国际法院离清各国对抗气候变迁的义务 以及不作为的后果 并提供法律意见 虽然不具强制性 但渴望向各国政府施压 以开发国家制造大量污染 却是开发中小国承担后果 联合国决议案能促使大国出钱出力抗暖化 维护气候争议